好聽的G高正 麗菁姐妳好 佳穎妳好 第一次跟妳合作齁 對 第一次通告 因為都是在電視上看到妳過關斬將 然後後來這個 新騎北背這首歌一泡而紅之後 全台灣的朋友都深深的愛上了徐佳穎 沒別人說我會害羞 對 不會 因為我覺得說 這麼有才華的一個女孩子 而且長這麼甜美 是值得我們台灣的這個 可以說是我們台灣很有名的土產 這樣子可以這樣做嗎 對 就是說我們名產啦 不是土產 名產 妳是名產 對不對 剛剛不是有講到說 我們彰化有很多好吃的 有芋花煎 對 芋花煎 而且還有紅樹林 紅樹林 有 剛剛我在想說 一上來的話 我們可以來溫馨一下 這邊好玩的地方 其實因為妳是剛剛晚上才來 對 我們在六點我們節目開始 妳就先看著夕陽 到了七點的時候 夕陽夕下的時候 妳知道它那個天空橙色 是分成五種顏色 那邊嗎 就我們的正前方 所以我剛剛又請我們 請我們現場朋友 就跟我們一起來觀賞 邊看我們的音樂會 然後邊欣賞這邊的夕陽的海景 非常漂亮 然後到了晚上妳看左邊這邊 這是我們的王者之宮 跨港橋 然後現場呢 這也是我們的名產 就是熱情的朋友們 對 就是賓友 賓友們 對 然後我們其實還有 照張畫可以看白露絲 白露絲 對 還有看看紅樹林 紅樹林 還有招潮蟹 招潮蟹 對 還有我們的那個 蚵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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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到現在 所以我剛講了妳們就不知道 對 我很慚愧 不會 因為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 台中人 我也是台中人 你好 然後妳台東角度 我大 大西出 也是有很多的好吃的東西 大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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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對了嗎 他講對不對 家瑩講對不對 module 對了 欸 不錯 我們現場的朋友都坐下來了 是因為聽到你的歌聲 可是我其實還蠻想跟佳穎分享一下 就是說 你這樣子兩張專輯啊 其實裡面都是你自己的詞曲創作 是因為住的環境的關係 讓你很有感而發 或者是你天生就是有一種 非常敏感的氣息 就是我幹嘛結巴啊 就是我覺得是整個環境吧 包括周圍的人啊 還有遇上的每一件事情 但環境是很重要的一環 像今天晚上 我今天知道是要來漁港 但是我沒有想到那個 當我車子開到那梯旁邊 然後我們打開車窗的時候 撲鼻而來的那個海風味把我嚇到了 為什麼 就是也太海了吧這個地方 是太high了還是太海了 都有就是既high又high 既high又high 就是海風味 因為我很久沒去海邊 然後那時候聞到突然覺得好感動 所以有空就可以私底下來我們 今天是因為來表演嘛 好那你希望說自己在這邊玩一玩 或許給你寫歌有很大的靈感 那我們知道佳穎在 明年春天 因為你現在在家裡創作對不對 對明年春天又要發行第三張專輯了 是的 是的 請大家多多支持我們 天爺的中部人 我們不只是中部人 只要是有才華的人 我們一定支持 我支持徐佳穎 你們支持嗎 謝謝 我會看到你的粉絲真的很多 而且我在台下聽你唱歌 不管是壞歌慢歌就是 總而言之你就是我的偶像就對了 對唱歌太好聽了 好要好好繼續替我們創作好聽的歌曲好不好 好那接下來我們的朋友要點歌 這首歌曲 是哪一首 是哪一首 你可以接受嗎 當然啊 我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唱 好 那我們以熱烈掌聲歡迎徐佳穎 辛卡伯伯 嗚